休斯顿中华公所上周日在风铃餐馆举行了新卸任主席交接仪式 桥界二十多个社团派代表与会官礼 桥委会陈世奎委员长制赠感谢状及表扬状 由夏季昌处长代颁给新卸任主席 黄寿轩及王小明两位共同主席 现场致谢2013年中华公所服务团队的支持 顺利完成年度的各项任务 肖顿中华公所共同主席黄寿轩王小明 上周日1月12号圆满完成2013年中华公所共同主席各项工作 并由张景娟 甘有平接下来新年度的工作任务 当天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陪同经文处夏季昌处长 颁赠乔委会陈世奎委员长感谢状 在夏季昌处长的见证下顺利完成交界仪式 夏处长除了感谢两位现任的主席 过去一年来为乔社所付出的贡献之外 对于新任主席 他们希望乔社各团在新的年度继续给予支持 乔教中心主任邮政才致辞时也特别公布今年中华公所在休斯顿举办的盛大年会 希望大家能够热烈参与 在未来这一年度里面 我们休斯顿将会办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刚刚处长也特别提到 我们在五月三十一号到六月二号 休斯顿我们会办理全美的年会 这个全美年会呢 不只是只有非美洲 中美洲 南美洲 至于台湾都会有一些客人过来 那我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中华公所 在团结我们海外所有华人 大家一起团结合作 这样的精神让我们感佩 所以我要特别谢谢各位 两位接任新主席的张景娟和甘佑平 面对2014年中华公所年度盛会的到来 也将全力以赴 邀请乔社共襄盛举 今年中华公所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 就是北美洲跟全美的中华公所的主席 会到我们休斯顿来开年会 这个会议非常重要 休斯顿第一次成办的时候是在22年前 所以这次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举 在2014年我将会尽力全力配合 共同主席甘佑平 做好中华公所在桥社所应尽的责任与活动 谢谢 最后 历练主席一一上台合影 圆满结束当天的交接仪式 因为我可以和我一上台合影 以来